大家好,我是William沈偉林 我是曼希泉和菲律的創辦人 投資要講眼光 成立自家品牌更加要有宏遠的理念和視野 香港中標品牌曼希泉創辦人沈偉林 花了十一年時間把品牌打入國際市場 當眾機遇、膽識、運氣缺一不可 本身我在康乃爾大學 Cornel讀碩士的時候 那段時間剛好遇上金融危機 雷曼倒閉,找工作難了很多 我就想不如試試自己創業 一開始都未想到做標 自己本身讀碩士經濟 用了一間手錶廠作為一個論文的主題 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廠做了一個叫陶菲林的技術 陶菲林其實在工匠上的要求是非常之高 當中涉及了幾百個零件 上千個工序 絕對是機械標最複雜的技術之一 亦都代表到一種工匠精神 一種技術、一種工藝的收藏價值 一個品味的象徵 所以令到我決定選擇陶菲林 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多了時間去研究機械標的運作 做裝嵌 那時候我都學了一個多月 在工廠裡 亦都有上課程在香港 學如何裝嵌、設計 學一些基本的知識 我決定做品牌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很擔心 身邊朋友都很擔心 因為傳統工業 還要用工匠、手工藝的感覺 在香港是很適美 或者發展空間很難 做品牌好像無底心淵 要花多少錢才行 我亦都很奮鬥和時間去競賽 在第一年已經開拓一些不同的市場 事業一飛沖天 William在職場遇上一個機遇 僅僅用了三年時間 就找到人生第一桶金 同時將品牌發光發亮 進入下一個里程碑 我成立了萬希泉之後 第一桶金就是大概是三至四年後 當時是得到一個很大的 中標零售商的賞識 得到他們的全力的支持 都在那個時候 因為整個零售業的氣氛都非常之好 所以令到我們的品牌是非常之受到觸目 也都吸引到投資者 將我們的市值評估為 就是九位數字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就入股了我小部分的股份 但對我來說就是第一桶金 也都很感恩得到他們的上色 因為大家都想起傳統中標的著名品牌 就很少想起亞洲 很少想起香港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對我們香港品牌有信心呢 用一些不同的市場的宣傳 令到很多的潛在的合作夥伴或者客戶 都由一開始的擔心質疑 到後面的信任和長期的合作 所以都是一個很難忘的過程 William一步一步將萬希全打入國際市場 近年分別跟迪士尼 Marvel和Star Wars等合作 令品牌知名度和設計質素 獲得世界性認同 例如我們和迪士尼 我們由最早期合作 就是和Avengers 六七年前 那時限量版的款式 因為和迪士尼的Marvel 那邊合作一定是很高的要求 以及會去到美國總部審批 他們對我們的設計都很認可 以及我們的技術陷量都很認可 想不到我們香港都做到這種技術出來 這種是令我很鼓舞 因為其實你知道 迪士尼是全球這麼多地方 我們可以在這麼多地方之中 得到他們這麼大的認可 亦都是我們繼續去發揮工匠精神的很大的原動力 之後就是Star Wars 我們就和George Lucas的電影去合作 他合作的時候做了一些Star Wars的托菲林 那時候也有和他仲德 我們是一個很好的設計夥伴 一起去創作這款Star Wars的托菲林 做完反應好 之後有機會去日本出差的時候 就看到Licris Cage 他一看到這款托菲都很喜歡 他說一定要給George Lucas看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好朋友 看到我們香港品牌得到一些國際大電影的認可 是對我很鼓舞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時間是一個創造傳奇 創造精彩 創造最璀璨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計時的一個時段 所以我從我創業開始 十一年前開始 已經是和時間競賽 到今時今日 我都是很感恩 我過去創立品牌的第一刻到現在 可以過著一個很難忘很精彩的人生 York 便是在超方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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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